尼西亚南达大家好,我是马尼西亚南达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是印度神师佛神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前两天大师在他的脸书上写了一则讯息 说自己的身体一直在 他之所以不能见我们 因为他身体的力量、能量太强了 然后就是在不停地燃烧自己的衣服 还有戴在身上的金饰都能被如化掉 这个消息让很多朋友觉得非常的神奇 非常的惊叹 然后结果今天大师在他的脸书上又写 他甚至已经是在空气中飘起来了 就是已经融到这个气体中了 他的身体能量强到这样 我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昨天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个突破 就是我们突然发现 原来我们每个人就是都是大师的延伸 当我们看我们整个桑嘎 就是我们桑嘎的每一元都是大师身体的延伸 大家可能就是也注意到我们的僧侣都已经被大师 这个派送到各个地区去显化我们的1008开拉萨这个使命 就像大师说的一样 他的身体在燃烧 在变得越来越强烈 然后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然后我们整个桑嘎 其实就是大师的身体也是这样的 我们也是在扩张 在延伸 每一个人都变得 就是我自己也发现 我自己和我身边的人呢 最近都有非常大的意识上的突破 就是很多圆满 很多盲点被扫除 然后有很大的提升 不管是认知上 还是行为上 还是灵修上 都有一些突破 然后我们才深深地意识到 原来大师就是 大师的身体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大师的身体 整个桑嘎和我们所有的人 在桑嘎中的一元 在经历的这一切 其实都是大师在经历的这一切 只不过是我们没有 认知到在发生什么 我们所有的人 就是我们昨天在开会嘛 就是我们这些人 所有的人都感觉这段时间 有一些很不同的感受 但是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觉得好像有要 就是怀孕生孩子 或者便秘要排泄这个感觉 就是终于昨天排出来了 就是大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就原来是我们也和大师一样 在火上烧这样的感觉 但是是不是说痛苦的烧 而是就是真的是提升的烧 就是你在上升 你在提升 这段时间就包括我们 整个桑嘎都是经历了 很大的这个质的变化 然后终于像在昨天呢 就是感觉有一点水落石出了 有一些平静了 就是一个提升 就是一个升级upgrade 然后所有的一切 突然都觉得特别井井有条 特别的美特别好 就是所有的人都一下子 觉得我好像有了一个新的身体 一个新的认知的高度 就是一下子 这个蜕变的过程 完了之后才想起来 原来是这样 所以大家一下都明白 原来我们就是大师的身体的延伸 我们大师经历的 就是我们在经历的 就是我们在提升 在燃烧 在发光这样 所以呢 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认知 让我真的知道 我们是走在正午圆满的 这个捷径上 因为大师是真的是 把我们放到他的身体里面 带我们往上提升 往上走的 这个是一个太神奇的体验了 真的 就是我自己也觉得 我这一段时间 灵性的提升特别高 就包括圆满度啊 还有认知 还有就超能力显化的力度 也变得非常强 就是真的是感觉到 自己就是大师通过 我在显化的 比如说有时候说话 或者怎样 我就觉得就是大师的能量在 就是这个强 这个感觉更加强烈了 包括今天早上 在开试的时候 又有一个 更深的 更新的感觉 就是我第一次感觉到 我的意识 和我的身体分开了 就是它之间的那个 连接 黏在一起的那个胶 好像脱了 开了 就是这一层 哎 分开了 就是意识是意识 身体是身体 我就一直能够 非常清晰的 看到自己的身体 是被自己的意识支配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非常特别的一个感觉 就超脱出来的感觉 然后就看到大师 今天他的脸书的 这个写的 他的状态又提升 我觉得我们是又被他提升了 然后他既然讲了 让我们饥饿呀 然后亨叹马哈瓦啼 就我今天是一天的昆达尼尼 都是一直醒着的 然后就是昆达尼尼特别活跃 然后当我哼唱马哈瓦啼尼尼的时候 我就瞬间进入到 unclutching 就是这个超过的状态 完全是一个无脑的状态 然后能量特别特别强 就是在体内这样 就是大师觉得 他是已经到了 已经自己要融在空气中了 我也觉得身体越来越轻 就是好像也要飞起来 那个感觉 就是特别特别不一样 我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形容 现在这个状态吧 反正就是非常的新奇 但是也非常的神奇 也非常的 这样让人充满 期待吧 就是未来就是跟大师这样一直走下去 我不知道这个灵修的这条路 还能有什么样神奇的体验 就是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不是 之前的这个肉体了 好像基因真的是 就是之前大师也说过 我们的基因是在被它升级升级 但是现在升级到 我自己都觉得我的身体已经是像棉花一样 要飘起来了 然后居然灵魂都能和自己的肉体分开 我就是现在突然 今天早上突然意识到 我在说用我这个词的时候 我不太好用了 就是突然觉得是应该说这个身体 就觉得我和它是分开的 就是这样 这个是一个认知的变化 所以在这跟大家分享这一些 自己特别神奇的这段时间的体验 然后呢 真的超能力显化也特别强 就是觉得大师随时都是在能量 就是在通过我 在讲话呀 在做事 在说话 所有的都是 就是他呢 一直在我身上这样 就是同一性这样越来越强 我也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你呢 有没有 就是你 你知道自己跟大师有情感联系 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是不是我说完这些 你也突然意识到原来是这样 就是你最近经历的事情 也是在让你升级的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留言板里留言 如果你有类似的感受 我们可以拿出来一起分享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下单单 感谢观看